这里是饰演技工的由稳昌老师 六岁时第一次出家的寺院 上海法藏讲寺 始建于民国1924年 建筑风格有点不太一样 中西合璧 大家看他这个寺院的外立墙面 他的窗框 还有这个侧山门 都是西式的建筑风格 里边就是塔楼式的建筑 我们进去看一下 今天好像不用扫码了 还是要扫长手码的 只是不察眼和栓了 香花嵌 香花嵌保护的 不太清楚 不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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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对对对 这个挺好 这个挺好 就是我挺喜欢佛教历史和文化 如果想请教一下 我看到那个资料说 这个寺院里面是有一个法身 暴身 硬身 三身 云衣 都在哪几座堂的殿堂里 好好好 谢谢啊 这灾堂 这灾堂 这边是内部的灾堂 那边是对外开 对对对外开 谢谢 阿弥陀佛 文书殿 文书殿里供奉的一尊 四壁文书菩萨 大熊宝殿 我们要上了台阶 先去把箱点上了 大熊宝殿外面的石柱上 刻有民国时期的高僧大德 如《阴光大师》 《地险法师》 《池宗法师》 《星池法师》 和众多社会名流 像张太炎 李列军 余佑任 戴季桃 王毅亭 叶公措等大局势的 迎联书法作品 寺院的创建者 《星池法师》 是一位传奇人物 他的家族一家八口 先后在不同的寺院出了家 他的爷爷 三个叔叔 爸爸 妈妈 姐姐 还有他本人 先后在不同的寺院出了家 我不确定在中国佛教史上 这算不算绝无仅有 但是这种情况肯定是不多的 这个木雕很漂亮 大熊宝殿原来是西式的建筑风格 后来又扩建 屋顶是歇山式的民族传统风格 翘雕飞檐 最顶层的两边像是两座塔楼 天王殿也是法道讲师的一大特色 殿里供奉的弥勒像 不是我们在其他寺院 经常看到的大度弥勒的形象 而是天贯弥勒的形象 他这两边有两位邪士 手持金刚柱的是韦陀大士 拿青龙艳跃道的是前蓝菩萨 在这座大殿佛像的上方 同样有一个着景 九支金师 围绕着一支金球 有这竹子了 不是 这个什么树 这个叶子好有五树 六核洲 很多人说法道讲师 是上海唯一的一座天台中寺院 这个肯定是不是的 民国时期可能是唯一的一座天台中寺院 但现在肯定不是了 应该有很多座 这个座头是汉白玉的小狮子 其实说他是天台中寺院也不科学 因为当时兴祠法师就是教掩天台行规境 他也修净土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 兴祠法师大发慈悲之心 发起成立了上海佛教同仁会 他身为会长联合各个慈善团体 救济难民平民 设师周厂多处 连续五年不间断的师周给平民百姓 受惠平民达到百万余众 后来又在寺院里设 慈光补习学校 对平民子弟施行免费教育 后来又创办了兴祠中学 慈光诊所 免费为穷苦老百姓吃诊给药 法藏蒋寺蒋 够名思义蒋经的寺院 最重要的肯定就是蒋堂了 我们去找一下 宿舍蒋堂 半地下史式的 在这里面 原来没有开灯光线很暗 因为它是一个半地下史式的蒋堂 据说蒋堂可以同时容纳一千多人 这里是可以结缘佛教书记的地方 在要师佛殿的右边 这些灯笼还是有点好看的呦 法藏蒋寺相对于上海其他寺院 在地面积还是小的 据说当时兴建的时候只有五亩地 这就转完出来了 法藏蒋寺的素食物 素食餐厅 听说里面的素面很好吃 因为时间是上午10点到21里 二楼可以套餐面 法藏蒋寺的大门 在这里 如果想来法藏蒋寺 法藏蒋寺最近的一个地铁站是老西门站